大家好 大家好 這一集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人問了說我們 學帆船的一些資訊 對 然後說 如果去國外是不是 一定要帆船架造呢 還是怎麼樣 那我們就就這些面相跟大家討論一下 好 目前啦 台灣其實 對於開船來講 很多人不知道到底要怎麼造 才可以開船 我們自己考的是 營業用小船 製造 然後 他其實你考完這個之後 你還可以去申請一張 遊艇駕駛執照 對 沒錯 其實就只要這個 你就可以開船 一張藍色小卡 對對對 然後 但是他還是有細節的規定啦 像我們拿的遊艇駕照 我們拿的是二等 那二等他只有 可以開到24公尺以內 對 未滿24公尺 但老實說非常高 因為 超大 24公尺的船 已經大概要 快要破億了 對 所以一般人其實也不會 去開到那麼貴的 已經是80尺的船了 對 那流浪者就40尺 一半而已 對 所以其實只要動力小船就夠了 好 那你覺得 就像動力船跟 帆船上的 操作上的差異 對 雖然你有那張駕照 你就可以去開船 但老實說 船有很多種船型嘛 像動力艇啊 帆船啊 雙體船啊 單體船 對 就是開起來感覺都 根本就不一樣 對 所以其實你 去考到那張駕照 其實你只是拿到門票而已 就如果你要像我們開帆船 你當然要學會什麼超帆嘛 你要知道它的原理是什麼 不然你其實 就你也把它當成動力艇開也可以啦 但是就是很可惜 你買了帆船沒用到帆就很可惜了 當動力船開嘛 對 大部分 在營業的行家 船家很多行家 這沒辦法 但如果你要自己出國 要自己玩 你就一定要會超帆 那操作上的差異其實 差很多 因為 你動力船就單純控制油門 然後控制方向 對 帆船的話 油門當然是基本你要回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知道 你要怎麼操控 對 然後帆跟風的關係啊 然後跟你方向盤轉向的關係 其實 開起來是跟動力船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對 那你覺得你自己個人 比較喜歡開哪一種 其實沒有一定喜歡哪一種 就看你去哪裡 使用用途 適合用哪一種 對 啊最好是你就不要選嘛 就買兩個台 好 你都有 那如果你要去近的 在台灣玩 你就開小船去 去澎湖吧 移動性比較高 然後如果你要出國長期 去出國住的話 對 那我就開飯船 對 那我們上 之前的急速也有講到 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 下一個延伸的問題就是 去國外是不是一定需要帆船駕照 對 而且其實帆船系統 在世界上其實也分了 大概兩大派系 對不對 大概是 RYAR ASA 等等 反正它就是一個帆船協會 一個是英國系統 一個是美國系統 對 我們這邊自己比較有接觸的 是ASA 對啊是ASA 因為我今年也去考了ASA的教練 喔 對 對 教練 林某教練 好反正因為這兩個系統其實 也有點不太一樣 RYAR是比較 精實一點 就它要確定你 紮實 對紮實到 就確定你對船很熟悉 然後對 超凡很熟悉 對船 船義很熟悉 它才會發給你真實 但你這樣講好像ASA不紮實 沒有沒有ASA不一樣 今年也去考了ASA的教練 所以 ASA是以玩樂 然後休閒為主 就是稍微輕鬆一點點 但是 就是缺點就是你去歐洲 拿ASA 他們可能就不了力 可能有些地方你拿這個罩要去租船 它可能 不會 你可能拿不到這Dation 對 那如果你要去歐洲租船 那你可能就是要 用歐洲的系統 那如果是要去美國租船 你當然就可以用 美國ASA的系統 對 他有問說 那我們是怎麼學習帆船操作 好的 因為我們是從ASA出來的 當然你對船是有一定的了解 對 但是好像還是缺少實戰經驗 所以其實我們自己學船是 去考試或是考駕照 或是學船 好像都是拿一張門票 沒錯 就最終你還是要自己 趕開船出去 對 你才會學得到 實際上實務的操作 那你覺得如果 現在要建議給 就是發問這個 夥伴 假設說 他想要 未來想要開出國 他具備怎麼樣的能力 或是時數 就是比較沒有風險的 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好像蠻看人的 因為我們其實是很 幾乎就是很常在摸船 然後很常在跑 我真正摸船到 出國自己開去 沖繩 其實好像 一年而已 一年多 就學了一年 但其實我們這一年 真的是 很常在碰不船 如果你是一年內才碰兩三次 那我覺得可能能力還不太行 因為 因為你要出國要長航 其實 要考量很多 就 當然你會開船是 基本而已 對 你還要 你還要會考慮到 這中間會發生什麼風險 危機狀況 對然後你要怎麼解決 這些備案你都要想進去 沒錯 要維修啊 你會維修引擎 然後 繁布破了你可能還要會補 那接著就是 你要對整個船的結構很熟悉 哪個部分壞了你都要會修 對 然後還要有 特別重要還有可能還要會導航 一般 平常開船你就看著儀器開 但如果你是長距離像 去菲律賓這種 五天 好幾天的 你在海中間根本就什麼都不知道 儀器如果都壞了 那你要有基本導航的能力 你才有辦法可能 開得到 你想要去的地方 對 其實光 你要控制風險這個東西 你就要學非常多東西 要花很多時間去學 然後又要準備一大堆器材啊 對 反正就是要準備一些很奇奇怪怪的東西 要放在船上 或是你一定是下水的 甚至有些人一定要放氣瓶 攪到漁王螺旋槳你要有 可以馬上去做處理的能力 對啊 在這一期其實蠻多人發問的 我也有在YouTube上面回答過 他問我說 怎麼樣他才可以開出國 但這東西問題很簡單 對 但就像你講 其實他的面向太廣 對 不是說你以後 你完成了A完成了B 就可以了 可能到目前我們玩到現在四五年 可能還有很多點 我們是沒修過 對 所以這東西 真的沒有標準答案 只能說你準備的越超級 能力越多 你的風險越低 不能說沒風險 只要一出航就是有風險 比如說 近期 近期就我們去 入本那一趟 在台灣就已經發現 有一點點壞掉的風險 我們已經有做準備了 你也要提前知道 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你才有辦法準備 不然你開出去 那個東西壞了 然後你沒得換 沒有備品 那就完了 沒東西了 就要打給海巡 就要來拖了 萬一你是在 中間 中間 啊幹就 出事 然後壞天氣又來 所以 就是要做好準備 對 所以我覺得 開船其實 還蠻 就他不會 局限你在船上 就是他 要你各方面的能力 都要有一定的水準 對 才會把風險降到最低 所以這當然這也是好玩的地方 因為你 學可能 就會學不完 所以總結就是 反正你要很了解你的船 然後 你一定要具備 微基礎的能力 對 要穩住 一定要穩住 對這也是我們一直在 我們 這幾年跟團 跟夥伴們宣導的東西 遇到問題要先冷靜 對 OK 這是我們的分享 覺得哪項技能在船上 是特別受用的 有啦 語言能力啊 剛開始玩你都不會想到 你以為只要會英文就好了 但其實 很多地方英文你也不太行 對 這也是蠻有趣的地方 大概這樣子 還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 下面留言 OK 掰